欢迎回来我们来回顾上星期五的美股收盘情况 三大股指在小幅升跌之间摇摆 单个星期的表现都一律收低 其中标普500指数整体滑落1.1个百分点 写下今年以来最差单周表现 分析指出市场相信是在消化一连串局势变化 包括美联储加息 还有企业第四季度的财报当中 利润不达标的公司比预期更多 种种因素考验着投资人的乐观情绪 其中道琼斯指数涨幅最高增加0.5% 以33869点挂收 收盘之前窄幅震荡的标普500指数 最终微升0.22%收报4090点 而纳斯达克指数则下跌了0.61% 也11718点收低 结束连续一个多月的扬升 国际油价方面 截至今早8点 WTI纽约原油微跌0.29% 报每一桶79.49美元 布伦特原油同样降低到每桶86.16美元 跌幅达到0.27%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